那天的情形是這樣 警察是怎樣對你拍性情 那個還原一下 前因後果是怎麼樣子 是 我那天剛好是買完菜之後 我就走到那個菜市場的轉彎 然後就聽到 我以為發生什麼事 原來就是昨天的那一位 香港新營運阿 阿居 結果 你有看我正報就對了 我是你們的公司館長 謝謝 你說阿居也好 他就是在現場 他要這個牌子嘛 對 然後就一堆人 就有人要去打他 我看到有人會打他 然後大概警察就把他架開 然後就叫阿居去對面 那我當時就很生氣 我就罵說現在是怎樣 台灣是自由的地方 為什麼連舉那個牌子都不可以 我什麼事情 然後後來我也想說 他寫那個牌子 那個 又不認識他的這個slogan 對 他說這我拍一拍 拍完以後 我就走到對面 因為我要回去 我們家就在菜市場後面 所以 來 這是阿居站的 他去這邊關到這邊 對 你們家是在對面邊 我們家就在聚會後面 這棟大樓的後面就對了 所以你要穿過這些人 你才能回家嘛 結果他幫你 他幫你後悔 然後你再往另外反方下去 離我家更遠 離你家更遠 離我家更遠 對啊 可是他當時很兇啊 然後憲你說 幽黎莎馬上跟我過 幽黎莎馬上過 這個中間還有一個插曲 就是說 後來我就 我就碰到另外的一位太太 我們就小聲的在講說 奇怪耶 雞人的事情 既然請台北 一些民意代表 又沒有了解 他不可以了解 我們雞人人的心聲 來這裡是要說什麼 黑白說有而已 那當時 我都拿了一支 一支那個 那個 什麼 百兩的貴姓 對 對 很熱 然後我 結果 怎麼忽然間來了四五個 高牆大 這樣 漢草很好的 先生 然後就餵到 你不要再說 你不要在這裡走 你走開 我說奇怪 我為什麼要走開 這裡是時常人 我為什麼不能站在這裡 你講話小聲一點 我說 我漲耳就這麼大 我要說怎麼小聲的 然後反正 他就 因為我在拿扇子在扇 然後他就說 你為什麼打我 我說你亂講話 我是拿著扇子 你的手臂來碰我 怎麼就我打你 我打得過你 然後接著 又另外來 後面來了一個 好像伯伯吧 你剛剛打我 我說 你是漢民 看到鬼喔 你覺得一直有人要 對 要挑起身端 就對了 對 這個我們昨天才有聊 這不就是王洪威 在講洪生暗性騷擾他的那種 劇情嗎 你那時候應該學 曲小欣 你的手沒事不要來碰到 我的扇子 對啊 我就說奇怪 對 那後來 可能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 這一位穿藍色衣服的 這一位先生是二分級的 就是看到 分局長 對 二分局的分局長 討論嘛 就是我們現在 匠皮上面這個 對 這個 就是一話 一二三 你有過去 因為他一直叫我 趕我走 我覺得 我在這裡沒有什麼 然後他說 人家是申請 我說 又沒貼告示 第一 沒貼告示 第二 你又沒去算 我要怎麼知道 你這裡只會有行 重點你們在後面 對 才知道那麼多人 我怎麼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 我連說話也不能說 不然現在台灣是怎樣 後來 後來他可能跟那些 老大人可能不怪 那就開始 就 一二三 走 就這樣 事情就是這樣 你說中間的插曲 就是有人意圖要挑釁你 然後一直覺得 一直一直來碰瓷就對了 對 我老公老頭腦腦都穿錯了 萬一我如果把你放下去 這聲音我慘了 我就變報名了 對 你的心象都毀掉了 我 河海慈祥的老太太 都叫我 我怎麼這麼壞 對不對 這樣心象就毀了 但是 我聽說 你是不是有要去提告 那個分局長 有 我今天早上去提告了 我去提告了 因為我也不懂 我就想在這邊剛好 律師在這邊 我要請問兩個問題 就是說 你執法人員在執法的時候 你不穿制服 那我們怎麼知道你到底是王二還是馬子 對 他要出事證明 對 對不對 你要出事證明 對 因為那天分局長是穿便服嘛 對 旁邊喔 後來我回家 晚上都沒睡 我就一直想 那邊四五個狀犯都沒穿 那是你都便宜的 對 其實不只他兇 我還有個更兇的 我就 因為我不會解土 我不會把那個土解出來 還有一個更兇的 那不像馬兒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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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